先开始我们来看到又有这个大陆民众呢在台湾闹出了一些纠纷 这是昨天晚间八点多在台东一家饭店 经传有陆克疑似是借后出手打了服务人员一个巴掌 当时呢这名陆克是在吃到饱餐厅点了太多的食物 用服务人员告诉他没有吃完的话会多收清洁费 男子当时呢爽快回应说好 结果呢又点了一大堆食物之后真的吃不完却不愿意付钱 也因此呢在翻脸不付钱情况之下 甚至引爆了双方冲突 餐厅里一群人聚集在柜台前面但过没多久 一名穿白色衣服的男子突然向前出手 一巴掌就打在服务人员的脸上 接着双方爆发激烈拉扯 幸好一名服务员将男子往后拉开 暂时化解了这场冲突 员工脸上红红一片还可以很清楚看见一个巴掌印 24号晚上八点多在台东这家大饭店 一名陆克带着醉意到饭店附设的吃到饱餐厅用餐 点了满桌食物没吃完又坚持再点 服务人员上前告知 没吃完要收一千元的清洁费 没想到这名陆克翻脸不付账 还动手打人 虽然当事人已经前往报案 观光局也打电话询问状况 不过业者态度低调 强调会慰问福岛被打的员工 不愿再多做说明 而陆克团的导游也与业者联络上 双方已经达成和解 毕竟顾客至上以客为尊 就算遇到陆克脱续的状况 也只能含泪吞下去 记者李明德 物以宗 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